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定是游建国吗 我肯定 真是真是越来越逗了 是越来越过分了 一个过来数了我 另一个过来例行公事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什么样的锅配什么样的盖 等一下 你什么时候找个工作的 骗他的 还真有这么一家 本来都已经被我拒绝了 但刚才听我自己这么一说呢 倒是有几分道理 我决定去那家上班 你有病了 我建议这段时间 在家里好好歇着 把你的情绪弄稳定了 你再好好思考一下 前途的问题 要不然三年后你又得哭 这里两万块钱 我还你 我要去他们俩收拾了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好久 怎么样 喜欢吗 这个酒还可以吧 可以 可以 那今天再来一遍 回约 上车 可以 可以 多吃点啊 尝尝这个新菜 这是我们这边刚推出的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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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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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小飞子 你怎么来了 给你玩意换 别人吓头 你什么啊 你不就是想给你700 你喜欢 燕儿我现在在工作 我没时间陪你玩 我没有玩啊 不是你让我来酒店工作的吗 你刚才没看到那些男人 用什么样的一生在干你 那你试试改变主意啊 不然我在酒店工作 同意我回去啊 燕儿 你到底想什么 你告诉我 你说你要搬出去 好 我同意 你说先订婚结不结婚 由你说了算我也有你 你还跟谁去酒吧 我从来没有管过你 我也从来没让你为我做过什么 我只希望你高兴 我以为我这样做 多少能够换来你 一点点的改变 我万也能站在我的角度上 为我想想 但是你没有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了 我现在做什么都不对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你有必要对我发这么大脾气吗 你到底是不喜欢我工作 还是不喜欢我了 你怎么怎么办 你怎么办 算了 从现在开始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我不管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好 讨厌 叔叔阿姨 不是想话 我不管你们在吵什么 得注意场合 还穿着个服务员的衣服 你让客人看见了 他算怎么回事 爸 这些事情是我处理不够好 跟一样没关系 你多大的人了 也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你还咱们去玩意酒店呢 叔叔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行了行了 少说两句吧 你看这孩子哭成这样呢 记住了 这是你们的事业 不是游乐场 知道了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尼亚伯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们又放心不下 特意回来看他 正好呢路过北京 就来看看你们 顺便呢 我们还想跟你们确认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们两个都婚事啊 你看 你们订婚都两年了 要是一直这样不结婚 外头传出去 影响不好啊 妈 这件事 还是我们自己商量吧 都两年了 你们商量出什么了 二三 这次我和你爸妈 来北京就待一天 如果你们这个事 再不给我们个轴落 我们真的很不放弃 你们 不是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 问话呢 哦 爸 爸 我现在 还不太想结婚 我现在 刚进入酒店管理 才两年的时间 而且 好不容易 再搞清了这个市场 南米酒店 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我助理 所以我希望 花更多的精力在工作上 不想分心 儿子 事业啊 是永远也干不完的 再说了 你也顾及一下叶儿的感受 一个女孩子家 跟你这么多年 就忍心 让她一直这么等下去吗 这男人的事也是重要 可家庭也不能耽误啊 你有一个家 能更好的去忙你的事业吗 就是你 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我跟叶儿 在现在这个时候结婚的话 我就会对她不公平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我们会很快结婚的 雅儿 没关系 你忙你的 什么事就交给我 好吗 我明天就去从四半厘次了 你听我说行不行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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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子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再给我的时间 好吧 我不想再等了 小飞子 你们结婚了 你再来 我马上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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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怕谁啊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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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 kill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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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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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